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陈陪德牧师和你游走书海,想你爱上阅读,迈向成熟。 在2014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为香港政举普选方案,下了三道闸。 这个引发起民间自发的雨伞运动,是以和平正坐占路的方式,表达公民抗争,争取普选诉求。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共的全权统治,竟已进一步在香港深化。 50年还未过一半,特区已经变为一国大于两制,在重大政治课题上高,全部收归中央。 在全权统治的现实之下,香港教会和信徒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是一个很值得花时间去思考和预备的问题。 都为文化,在2015年年初举办了连转的讲座。 如今有整理成一本书出版面试,书名叫做《侧敬传途》,全权统治下的教会。 是一本诚意和识时的好书,值得读者一起来捧读。 全书出版面试录了十篇专文,由法委学者给当下此地的信仰群体分享他们的专场和识见。 希望能够带给基督信仰、延展和教会在地成长的历史意识。 带出他们对香港本土、社会和教会的深深关怀和承担。 侧敬传途全本书总共分为十章,分别是陈隆斌写罗马政权下的早期教会。 吴国杰写全权统治下的二三世纪教会。 郭伟联,英国宗教改革时期教会。 邓朝江写,选择分离被迫边缘的信使派教会。 邓朝江另一篇文章写, 《教会的斗争、神学的斗争》、《应讯教会与潘房门》。 邓家父写, 《德国基督教会的纳税英文与纳税政权的基督精神》。 盈福真写, 《中国共产政权下的教会》、 《三次教会与家庭教会的经验》。 《国民章写,台湾国民党戒严底下的教会》。 《公立人社,族群的图腾与人民的上主, 种族隔离在南非》。 《公立人社,另一篇, 《历史的哲学与历史的上主》。 1948-1968的哲学教会。 专门给读者的眼界, 是设定在教会与权力的交锋, 或者是抵抗, 或者是顺从, 或者是道歉, 或者是彼此利用, 或者是排除异己。 从第一世纪罗马政权统治下的新约教会, 穿梭宗教改革时期, 到访不同地域, 游走去到二十世纪, 柏林围墙倒塌前后的哲学教会。 这本书着眼的是, 教会在持守基督信仰的忠诚认讯之下, 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将力, 扣民主教会, 应该如何行走国家全权统治现实下的側径传途。 书名側径传途这四个字, 仿佛就好像由原来的十堂课, 化身成为十篇的专文, 在游走于历史事迹之间, 不时浮现讲者、编者、读者的心头之间。 如同约翰福音一章所说的, 光照在黑暗内, 黑暗却不自受光, 教会在世而不熟世, 见证上帝永恒生命之道, 但是世界和其上的权势, 却不愿意认识和接代这一个道。 侧敬传途, 是教会从诞生去到延续两千年至今, 必然面对的生存现实, 更加是描维了, 念证教会生命所顺, 所孙的十架道路。 这本书不用错过。 。 感谢您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